爱心家用心没有因为疫情影响而中断 台北知名酒店主厨陈春生 连续第五年来到花莲 今年是到寿风厢的黎明向阳园 率领着50位厨师和粉丝担任一主志工 融合在地还有院内优质农产品 端出一道道顶级餐点 和200多位黎明院生级工作人员来享用 黎明机构执行长梁桂花表示 很感谢在疫情期间连续第五年 还是有这么多的主厨不离不弃地提供爱心意图 用美食来温暖孩子的心 连续第五年台北京华酒店主厨陈春生 今年号召50位厨师与粉丝志工到花莲做工艺 意图美味佳肴 二日上午宴请花莲黎明教养院 240名院生以及工作人员 菜色搭配不仅色香味 烹调时还考量院生牙口不好做调整 并不忘利用在地食材 主厨陈春生表示 希望这把爱心的火能够持续地延烧下去 第五届的一组活动 要特别讲到我们是七星主厨 那七星为什么我们又多饭店两星 我们又多了爱心跟用心 我们志工团从昨天十点多就到花莲 行李背着来到向阳园 就放着了就开始玩起衣袖 开始做料理的准备 一直到晚餐的前一刻才离开向阳人 所以我们要给这些志工团队掌声鼓励 好 我们谢谢你们 这五年一直不离不弃 为着这样的活动一直投身在里面 每次我讲到自己很感动我就会掉的泪 可是我今天要控制 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才有今天这个 那么来自于全台湾省各地的一些厨师 还有我真的 我的粉丝 等于是我的闺蜜 这样讲比较快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他们 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所以说因为他们我看真的 这些贵户我在家里都没有在做家事的 我看来真的下东西 下到风 下到风 下到那些都这些 地上都没有在抹 都是用人在弄的 他来这边扫地 我看着我真的快掉了一点 真的 所以说我非常的感恩他们 因为我火菜不是什么好 那我就只要最重要重要 就是非常的感谢你们 这五年来的乡庭 我相信这一把 这一把火一定要一直和烟烧下去吧 对 金医长领导 原本预计在议会大礼堂举行的餐会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变更场所 也从年终延期到年底的时间 仍不仅主厨陈春生对于这项活动的支持 而疫情影响 许多公益机构单位捐款锐减 但透过这次公益一组 黎明教养院仍募得近30万元的金额和民生物资 教养院也逐一颁发感谢状 给参与的厨师以及志工团队 记得想帮燕瘦工艙报导